樓價調整,不少用家都會租樓來觀望後市。即使是業主,與其大減價放盤,不如長線持有,租出去長期賺租金更實際。 值得留意的是,其實業主及租客,租樓有很多程序及細節位須要注意,例如看樓留情,租約離定,支付案金等。 今期唯讀者,羅列所需注意事項,希望讓業主及租客再出租及交租時均可安心。 事實上,在傳統租務旺季刺激的大動下,租金連升五個月。 美聯,租金走勢圖,八月份以實用面積計算的私人,住宅平均尺租,報約34.53元, 案月輕微上升約0.09%,租金連升五個月,累積上升約0.73%。 今年首八個月,租金雖然仍跌約1.29%,但租務市場表現明顯比買賣市場好。 美聯物業首席分析師劉嘉輝指出,第三季月租一萬五千元,或以下比率穩企近四成。 月租一萬五千元,或以下個案。 除了傳統屋苑出現外,季內新進屋苑亦有不少此類個案,因此帶動相關比率穩企近四成水平。 例如啟得The Henley Eye及大角咀利奧坊、曉岸等。 反觀,月租餘二萬元的租務個案比率,由第二季約百分之三十二,回落至第三季約百分之三十一點四,減少約0.6個百分點。 租留時,經常聽見生虐及死虐兩個說法。 到底兩者之間有何分別呢? 坊間普遍流行簽兩年租虐,而這份兩年租虐,通常在可世分成,一年死虐及一年生虐。 不過,現時法例上並無規限生死虐年期。 死虐是指雙方在租期內,均受到租虐的約束。 兩者均須履行合約條文,不可解除租虐。 若以一年死虐為例,雙方不可再完成第十二個月租虐前解虐, 若任何一方提前解虐,便屬為虐,需要作出賠償。 一年生虐,一般是指在死虐完結後,租客有權逐租一年的權利。 要注意的是,除非在租約以列明俗租期的租金,否則,業主有權加租。 簽署正約時,租客一般需要同時支付按金與上期。 金額通常是,兩個月租金作按金,以及預先支付首個月租金,即合共三個月的租金金額。 一般而言,當所有條件都談妥,租客便可以與業主簽訂臨時租約,之後再以定日子簽正式租約。 當然,亦有不少個案是直接簽署正式租約。 訂金方面,法例沒有硬性規定是否需要,但一般是一個月的租金金額。 簽完臨時租約後,再指定日子簽正式租約。另一方面,由於要搬屋、搬家具等原因,簽約後往往需時搬入。 故此租客亦可與業主商討何時起租,即是所謂的免租期。 法例沒有硬性規管免租期,一般而言,住宅免租期為7至14天。 如果屬代理盤,則可以由代理開口與業主合談。 簽訂正式租約後,租約一息兩份分別由業主及租客保管,並須要於30天內到稅務局繳交印花稅,俗稱打離印。 值得一提的是,印花稅率由租約長短而定。如租約年期一年內,印花稅率年租或平均年租的0.25%。如租約一年至三年,印花稅率是年租或平均年租的0.5%。如果是三年以上,印花稅率是年租或平均年租的1%。 另一息兩份打離印須須加5元手續費。 假設租住一伙月租14000元單位,租約期兩年,業主及租客須各自繳交422.5元印花稅。 必須注意的是,假約租約無打離印。 香港法庭將不接受相關租約作為呈堂證供,約日後雙方有爭拗,則沒有法律保障。 值得一提的是,通常入息穩定,沒有不良財務紀錄,甚至有能力一筆過支付半年或一年租金,減低業主收不到租金的風險,或可以成為已租的理據。 業主亦相對相較受落。 假如是租樓新手,或是放租新手,還是建議委託地產代理協助為上策? 始終地產代理的租盤及客戶數目較多,而且可根據業主和租客需要,協助篩選及密沉深水租盤和租客,交易內一切所需知道的事宜都可以一目了然,的確可折省很多不必要的時間。 同時,持牌地產代理相對於物業租買交易上均有專業知識,且受到地產代理監管局的法規所規管,故委託專業地產代理協助,無論是租客或業主,均可獲交大保障。 合租而留意風險另外,為了分攤高額的租金,不少人,特別是學生們大多會和同學或朋友一起合租,同僚人一起住雖然熱鬧好玩,但要遷就一些陌生人,的確需要打破一定的舒適區。 而且合租的一個風險,就是當一個室友搬走,如果無能及時找到新室友補償,就要負擔多一份的租金。 當然,合租並非越多人越好,共處一室相處或不容易。 建議每個合租者都有獨立房間,關上房門,或可避免出現矛盾。 租盤搶手回報預四離租金升,市區新進項目細單位租務承接理想,有業主即日收遲後,亦即日租出,租金回報可觀。 美聯物業助理區域經理劉志偉舉例,大角咀利傲方,曉岸二座高層寨室,實用面積249平方尺,屬一房間隔,景觀開揚。 由於項目樓零新,居住環境不足,加上區內生活配套俱全,吸引金融業專業人士成租。 據了解,單位前租客日前搬出,業主收遲後即日以獲成租,在單位,另以架下,每月租金16000元,折合實用赤租達64元。 據了解,業主於2015年11月以約433.4萬元購入,按現水平租金計,回報率逾4.4萬元。 另一市區新樓南窗站上蓋匯曬,更連環促成兩宗租任成交。 香港置業首席區域董事馬漢偉指,其中一宗職日放盤,以獲內地優財計劃入境的女士以18,500元乘租,實用赤租約52.9元。 租出單位為32座中層日室,實用面積約350平方尺,屬一房間隔,向東望流境。 業主以約18,500元放租不足一日,即吸引新租客欺詢,實用赤租約52.9元,以市價租出。 據了解,舊租客仍未搬出,隨即被新租客乘租。 業主於2019年6月,以約921萬元扣入上述單位。 另一宗租出單位為異例座低層日室,實用面積約272平方尺,屬開放式間隔。 業主以約14,000元放租近三天,即吸引外區客欺詢,雙方以價後減價300元。 以13,700元租出,實用赤租約50.4元。 據悉,新租客為單身女士,心儀單位警官開揚,故體樓一次積決定成租。 資料顯示,業主於2017年4月以約535.7萬元扣入上述單位。 若以現時租金水平計算,業主可享回報3.1厘。 fs35.00000式租金水平至12。